近日,刹斯·尼格斯文物史料捐赠仪式在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预览同胞纪念馆举行 在此次文物的捐赠现场 国际友人刹斯·尼格斯的后人向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预览同胞纪念馆 捐赠了他生前荣获的彩域勋章等八件珍贵文物史料 我觉得学习这段历史价值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之前在历史中也有一些人就是面临很危险的事情 就是为了帮助其他人 他们可以面临本身的危险还是其他的危险 就是为了给人类一个贡献 国家技艺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杨夏明表示 这枚彩域勋章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这个彩域勋章的档次还是蛮高的 所以当时中国政府为什么授予它 就是它做的贡献 它为中国人做的事 查尔斯尼格斯的后人还向官方捐赠了一封家书复印件 主要记载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期间 查尔斯尼格斯在南京的见闻和感受 在这封信中 查尔斯尼格斯记录了清华日军的暴行 以及难民的生活状况 我对这段历史最主要的观点就是非常悲惨 非常难过 我们需要详细自己学习这段历史 我就是觉得和平不仅是非常的宝贵 也是非常难得 我们全世界的人类都需要努力为了保持和平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